10月6日韩国娱乐圈里爆出了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宠妻狂魔Ring被爆出鬼丑闻 小三的长相还神似他的老婆金泰西 他此前给人的形象一直是宠妻狂魔 爆出这样的事情让吃瓜群众们眼睛大跌 瞬间引起无数网友热议 事情的缘由是韩媒WomenSense发表了一则题为 爱上与妻子完全不同的女人的顶级艺人的报道 报道中表示有小道消息称 一位顶级男艺人D先生 一位打高尔夫球认识并恋上年轻美貌的高尔夫选手F小姐 两人迅速同击 于是男艺人抛弃了美丽的妻子E小姐 最狗血的是F小姐与E小姐竟然是熟人 很快论坛上有人爆料此人是Ring还询问 介入Ring和金泰西之间的嫖结她是谁 随后这位女子嫖结迅速被吃瓜的热心网友扒出其信息 据网友申巴 朴杰出生于1996年 比Ring整整小了14岁 在一起的社交平台照片中可以看出 她长相清纯 浓眉大眼 身材更是火辣傲人 还是职业的高尔夫球手 运动系清纯大美女 西西一看会发现其外貌和Ring妻子金泰西几分相似 在圈内有着高尔夫界小金泰西的称号 不得不说气质和颜值都非常的突出 完全不说女明星 简直是高尔夫球场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更有甚者猜测 二人是在某次高尔夫球大会上结形认识 因兴趣相同 感情急速升温 潮温出来后 韩国网友纷纷调侃 如果真的是出轨了 那Ring是不是因为眼睛太小认错人了 还有网友称 正版金泰西不珍惜跑去跟盗版出轨 不只是韩国 连我国网友都忍不住发声吐槽 难道Ring喜欢收集老婆周边 网友们以时兴致大发 各种调侃分塌而至 不得不说大家的调侃也太好笑了 面对网络上铺垫盖地的猜测和讨论 Ring经纪公司也坐不住了 迅速辟谣并否认其爆料 郑重声明道 现在流传的谣言并不属实 因为没有回应的必要 所以一直保持承诺 Ring本人也表示 将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虽然官方已经辟谣 但网友似乎并不买账 仍然有不少网友谴责难封 而被爆出的高尔夫选手 也被网友扒出曾经的旧照 被网友嘲讽 依照金泰西种的 作为此次事件中最大的秀害者和焦点 妻子金泰西做出正面回应 开启护服模式力挺丈夫 她表示 对于这样的不负责任的造谣很生气 势必追究到底 并且否认了出鬼传闻 两人并不存在婚变 由此也可以看出 金泰西对于丈夫是120%的信任 在韩国大众网友印象中 瑞颖和金泰西可以说是韩宇模范夫妇 2013年曝光恋情 两人就一直是金童玉女般的组合 再经历了四年的恋爱 修成正果 在双方父母的见证下完成婚礼 后韩宇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令人艳羡不已 2005年阿玛满污的爆火 让瑞颖一举成名 红遍亚洲成为初代顶流 也是国内很多80后90后 喜欢上的第一代韩国欧巴 之后的她 共是凭借其精湛的演技 为观众们贡献出了多部高质量的好剧 唱跳影视双面开花 成为很多人心中演技与颜值并存的 寒流天王 金泰西更是既惊喜上后 长期霸占韩国第一大美女称号的人 是不少韩国男星的梦中情人 不仅颜值高且加紧英时 爸爸经营物流公司 是名副其实的财阀千金 瑞颖和金泰西二人 这样寒流天王和国民女神的夫妇 在很多人眼里都是神仙眷侣一般的存在 这样的神仙组合为何先阶段 却传出了这样的丑闻 令人唏嘘 但对于这次南方的出轨绯闻 一些网友表示并不意外 毕竟当初这个金童玉女结婚 不被看好早有预长 之所以不被看好 也是由于二人家境和成长经历的巨大悬殊 和婚后 Ring的一些操作 Ring的家庭条件与金泰西 可谓是天差地别 Ring本名叫郑志勋 因为喜欢林宇 所以长大了 给自己取了Ring的英文名 她家境平寒 高中时爸爸生意失败破产 背景离乡打工还债 家里的开销全都落在妈妈身上 没有了父亲的陪伴 Ring与妈妈妹妹三个人 相依为命 生活得十分艰难 她在放学后 还会帮助妈妈卖年糕 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Ring进入了娱乐圈 众所周知 韩国练习生练习强度大 时间长压力大 经济业业练习好几年 出不了道是常事 但即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Ring仍然边练习 边赚钱补贴家用 因激老而患上糖尿病 Ring打工赚的钱 根本不够支付其医药费 好在GYP社长 朴振荣向她伸出援手 但家里还是捉襟见重 Ring的妈妈不想拖累两个孩子 就偷偷的把买止痛药的钱省下来 并提前洗好遗言 藏在床底 让她要好好照顾妹妹 因为没有钱 Ring的妈妈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并最终病逝 成年之前的悲惨经历 让Ring在同一人中 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懂事和上进 上天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在2002年后 她的事业开始迅速发展 专辑First Drop 影视剧 上到上学去 浪漫满屋等 都让她人气飞速上升 事业的飞速发展 也让Ring摆脱了贫穷 迎来了人生的辉煌时期 相较于Ring苦难中成长来说 金太西就像是金丝确立的小鸟 一帆风顺 家境富裕 从小美到大 是原装美人 早在卫山女子高中上学时 出众的外貌和优异的成绩 是学校里那种令人羡慕又敬佩的笑话 她从高一到高三 所有科目都是满分 是全校第一 因为长相漂亮 她在等地铁时 被星探乡中入圈发展 在天国的阶梯里 她明明演的是恶女 却因好看迅速走红 九尾湖外转 Ring等剧 让她人气居高不下 因此两人的婚姻 韩国不少人觉得金太西是下架了 剧场二人的初次卸后 是在一次广告拍摄 在仅仅消失一个月后 二人便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天空不作美 此时Ring要去扶兵役 但这也没有阻挡二人爱火燃起 为了含解相思之苦 Ring不惜违反部队规定 曾动用三辆车 避开狗仔队跟拍出来 和金太西约会 因此没少被部队和媒体点名批评了 甚至被韩国网友 递死了很长一段时间 可谓是爱的义无反顾 2013年曝光恋情后 二人便进入婚姻的殿堂 可是韩流天王与国民女神的婚礼 却略显寒酸 只是选择了在一间教堂里简单举行 婚纱也并非著名的设计师款 而是金太西自己设计的 简单的白色蕾丝短裙 没有珠宝钻石点缀 连拍照都没有专业的摄影团队 全是亲友帮忙 宾客也只是邀请了少数亲友 整场婚礼下来只花了8000元人民币 对比他们的身价实在是太不相符了 还为不少网友吐槽是最寒酸的天王婚礼 他们从相恋到结婚实在是太过仓促和寒酸 甚至外界传言的三亿豪宅装修也平平无奇 不论是家里的天花板 还是墙面和灯饰 都没有大费周章的装修 简单朴素与平民家宅没有什么区别 豪宅已经曝光后 网友们吐槽瑞太抠门 而不如婚姻后 金太西摆停本来正值上升期的事业 全身心投入家庭 三年为瑞生下两个女儿 即便已经实现三年爆料的愿景 但似乎瑞并不满足 某次在综艺节目上喊话 让金太西生三胎 对此网友们猜测瑞是否有繁殖癌 又或者非儿子不要 在家庭生活中 瑞似乎也没有做好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 在一次综艺节目录制中 瑞要与两位小朋友一起玩耍 节目没录一会儿 瑞就直呼类 要求暂停节目录制 这样看来 似乎瑞很少在家中带小孩 难道是一个甩手父亲 转转远晕 导致外界也并不看好两人的婚姻 现如今爆出瑞的出轨绯闻 虽然目前还没有实锤证据 但无风不停了 瑞的宠击狂魔形象已经崩塌 具体内情我们也不得而知 只希望女神的一片深情和付出 不被辜负 粉丝的金童与女梦不破碎